110年9月21日 十二时许在国道1号北向315.4公里处 也就是台南系统北往西的闸道内 一部营业半连结车 疑似因未一规定检数而侧翻于闸道内 这件事故造成驾驶一人轻微受伤 驾驶人没有饮酒的情形 本大队在此呼吁用路人 开车进入闸道务必减速慢行 并注意车前状况 避免于行车途中发生类似事件 以维护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